许多慈激活动里 都可以见到刘丁锐师兄 复出的身影 他天天清晨四点起床 到台中分会熏法乡 还承担音控工作 从小因为遗传的关系 刘丁锐全身的皮肤 长满大小颗的纤维瘤 很多人用异样眼光看待他 也影响他的交友状况 但是他不埋怨 只看自己拥有的 人家后面没有手没有脚要怎么样 对不对 我实际上还有手还有脚可以动 他的人生一向就很乐观 只要有人叫他 他时间上允许 他从来没有说No 我还不被管 他平常的工作就是清洁工 偶尔有打零工的机会 他也会认真做 工作之余就把全部的时间 都给了慈祭 大爱新闻 张力军 蔡玉凯 台中报道 这位置